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鬼道世界 六道世界是否真实存在 你们是不要再怀疑的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论证 将来会有一场变乱 那么这个认可不是我的认可 也不是某个人的认可 科学已经认可了 只不过科学家没有在 六道细的环节中 去深入的研究 因为他研究不了 仪器测不出来 显现不出来 但是他们已经承认了 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由四大类物质组成的 物质 暗物质 反物质 反暗物质 只有物质可测 其他的都测不到 那么单是真实存在 不是说不可测就不存在 是真实存在 这不就钱了 那么我们有一个物质的生命体 是肉身 那有一个暗物质的生命体 就是神识身 神识身就是肉壳里面装的 另一套的 羊一套的是你的躯壳 阴一套的是你的神识身 神识身 古人研究得很透彻 就是命名为灵身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金刚不坏的身 是灵光 灵光身 这个又叫发身剑 又叫不坏金刚身 这每个人 包括蚂蚁都有此身 不是光是尊贵的人类有此身 六道众生 同居如来得相 就是这个发身剑 都有发身 都有金刚身 只是我们迷灯了 没有使这个发身显现出来 你没有亲剑如来而已 不是说你没有 是有 你没剑 只是要用减法 减去人的愚望 减去人的胡走非为 减到最后等于零的时候 你就见了 因为你太复杂了 你把那个水搅浑了 明白了吗 你只要不搅浑那个水 水自清 进入止水的时候 发身自显 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你如果不停地去搅动它 这个发身永远不见 金刚身永远不见 因为它只有在向内求 用神识向内用功夫 使自己的气定 神定 意定 它就出来了 只要都定了 它在定中显现 就出来了 你动它就是把水搅浑了 它不显 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 灵光山 所有的众生平等 蚂蚁也有 蚊虫也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得相 皆因妄想 执着妄想 就是去搅和浑水 不停地有想法 不停地有梦想 为梦想 追求梦想 而不停地胡思乱想 把一团净水搅得浑浑浊浊 搅得波涛汹涌 你不搅和它 它自己用剪法 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不要做家法 这就是什么 这是每个众生都聚的 灵身 这就是每个众生都聚的